集欠房租被要求搬家 女子却嚣张地反抢房东 海北市有一名田姓女子 去年7月租下信义区 东校东路的一间房子 但是她搬进去3个月之后 就开始不缴租金 房东只好既存任性函要她搬家 却被反抢要房东 拿出法院通知书 还威胁房东恐怕有处法之嫌 最后房东提告诈欺 才意外发现这个女子5年来 已经集欠了6个房东 总计超过119万元 但律师提醒了 只要经过公证人公证 其实是可以直接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房客返还房屋 房东还是有自保的办法 女子双手抱胸站在门口 和房东对质 但是明明是她 集欠房租在先 态度却很嚣张 反正我就会来收回房屋 我还是要跟你讲 如果真的你要 做这个行为的话 请你要先确保一下 这是否有这处罚的问题 没交房租 房东要房客搬家 竟然还被反呛 房东去年7月 透过仲介 将台北市的一间房子 租给田姓房客 没想到对方三个月后 就开始集欠房租 就算押金被扣光 还是不付租金 房东无奈 只好先寄存证信函 要求他不付租金 就搬家 但房客态度强硬 还说知道怎么寻法提告 举了很多千奇百怪理由 可是最后就是延迟了租金 然后他就叫警察来 并且说我这样是违反了强制罪 强制他的行动自由 最后房东向女房客提告诈欺 意外发现他其实是个租霸 从2015年开始就积欠6名房东 租金从2万2到3万8不等 总共欠了119万多元 应该要有一个揭露的平台 了解到是否来承租的人 他是否有一个不良的记录 直接向法院的民事执行处 拿着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 就可以直接返还房屋 以及要求房客给付租金 遇上恶房客 房东还是有方法自保 如今受害房东 只希望政府能建立完整的查询系统 让房东在签约前游击可循 别再遇上租屋蟑螂 记者台北继合报道